南投县分配到儿童BNT疫苗后 县府陆续安排校园接种作业 草屯镇复工国校也有200多位学生 在家长的陪同下集中到校园施打疫苗 校方和家长都希望借此提升学生的保护力 赶紧恢复正常上课 三个小朋友然后觉得现在疫情真的太严重了 然后也是经过就是考虑 然后说实在真的也是有问过医生 然后就觉得不打不行了 然后早一点打然后才有保护力这样子 那孩子们都依照我们分配的时间过来 那家长很支持 希望小孩子早点打疫苗早点保护力 那未来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也谢谢政府的德政 让我们的小朋友也尽快能够施打这个疫苗 县府教育处长陆振威 特别前往学校关心疫苗施打情形 感谢学校及家长的配合 以及医护人员协助接种作业规划 那所以学校也安排了 动线区隔还有一个检疫的环境 那也希望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间 确保他们的防疫安全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医疗院所的人员 大家都是穿戴整齐的防护设备 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在注射疫苗之后的两周 能够尽快有抗体 这样的话能够对后续的疫情 能够有更好的因应来保持健康的身体 儿童施打疫苗能提高保护力 降低重症及住院率 县议员蔡明轩鼓励儿童踊跃接种疫苗 抵御病毒威胁 明轩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家长 其实我们孩子如果没有特殊的疾病 只要预生巡可 允许都尽量一定要让他们来做一个疫苗 做一个施打 尤其现在疫情非常的严峻 也是呼吁我们所有的家长 一定要带孩子赶快预约来做疫苗的施打 让我们孩子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保障 指挥中心预估疫情高峰会落在五六月 为了避免增加染疫风险 县府也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 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二日为止 持续暂停实体课程 改采取线上教学一周 记者红一轮草屯采访报道